如果你發假誓,就可能會犯刑事罪 如果任何人因為言論自由 沒有做過任何犯罪的行為 是不可以入罪的 但是你又用這個確認書 突然間就說你發假誓 所以就是犯刑事罪 然後你用這個確認書 就去審查一些候選人的言論 譬如你在論壇的人問你 你知不知像港獨 你回答的時候 他就說你的答案好像是違反你的誓言 這個是製造一些不必要的事件 說這件事你不會違法的 你說是言論有自由的 你可以不喜歡一個人言論 你就不要選那個人 你不可以說這件事是不讓人參選 這是很大件事 這件事是否在民進 演出之前都沒有辦法去港都明白 或者說錢的話就不明白 公民黨都不會選到 很多事我們會看其他的朋友 公民黨自己有內部會做一個討論 因為事實上這件事是發生得很適合 還有我們覺得是超乎法律以外的一個要求 我相信我們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叫了阿福 談了這件事先 再商量下一步會怎樣做 但我自己就很小心看過有關的法律 還有我看過我的提點表達 還有我看過我的新的確認書 是很明顯的確認書 不是法律要求的東西 是一些額外生出的東西 我將有關的圖片自己放上我自己的Facebook 我歡迎大家上去看 這個法律其實很清楚 只有兩個要求 你要交那個案金 你要交那個提名表格 提名表格裡面 其實已經是附有所有要做的聲音 都已經寫了下去 而且那個提名表格 你也要在太平紳士面前做一個宣誓 那個也是包含了那個 所謂叫Krong Sui 那個承諾式的誓 所以所有法律要做的事 那個表格已經包含了很厚 那你以往從來沒有這個確認書 突然多了一件事出來 那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控抗印的 那你還要告訴別人 我視乎情況不定 那就是什麼呢 那就是有些人簽 有些人可以不用簽了 那這個我覺得 在執行法律來說是匪夷所思 尤其是大家不要忘記這個選舉 你是公平選舉的 如果你這個是法律的要求 你是一視同仁的 什麼叫視乎情況 我一聽到視乎情況 我就覺得很擔心 那你剛才說 現在Krong Sui的資料 有些時候會有收到的 你不知不知道 你真的看這個參數嗎 到目前為止 我應該說是沒有收到的 你有沒有聽到這個東西 我有聽到 有收過這個通知 但就沒有正式收到那個申請 那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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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托了其他人口頭的話給我聽 但他沒有正式大信 如果他真的沒有退黨的話 其實他不寫我的信任 但我所知就應該沒有 但他有沒有辯媒會用呢 就是退黨會不會退黨的 當然任何一個黨員 我都不經常會退黨 但如果他真的決定退黨 我當然是不尊重的 你有沒有單純的影響 是老社公家或者政府的 那種的影響 是否有些事 我覺得 如果大家也記得 我們公民黨也曾經試過 有一些很核心的黨員 是不開的黨 當然是一個可惜的事 但如果對方是有這個決心 我覺得我們是去尊重的 想問是超級別的程度 因為公民黨今年也有 這麼多出來唱 但是現在暫時影報 已經有五類的發表 你不擔心我分別的作用 是令到這方面的作用 公民黨當然希望超區 一共有五席 現時民主派是有三席的 我們很希望等這次選舉 是民主派都可以令到三席 如果你看最近廣大的民調 陳衡心就是剛剛是民主派排第三 就可以在演證面前一個席位 但當然民調是不作準的 陳衡心的開步會比較遲 所以是要盡定他在園下的時間 去努力去追 還有陳衡心本身是一個非常資深的社工 他是由市政局連內 已經在做區政 一直以來都是資深的區議員 是一個非常踏實的人 我相信他是有去吸引大家的地方 亦都是有非常值得大家支持的地方 泛民派出這麼多席去參選 結果呢 我相信因為一毛得五席 事實上多的名單 當然是會分房的票員 但我們公民黨是很希望有初選的 其實就這個超區和社福街 我們都希望是初選 但很可惜有其他人肯做初選 所以無法做到初選 唯有最終就是佔了現在這個局 我們依然是覺得公民黨作為民主派的一份子 是應該努力參與 但我們不會去攻擊其他民主派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選民 他自己本身是很聰明 我們亦都要信賴選民 自己懂得怎樣選 我覺得最好就是 和公民黨的角度 當然希望大家覺得公民黨是他的首選 然後再和其他朋友去配票 請問問曾經超現在的情況 是否有社福街上的結局 最初我們其實是同意曾經超去做社福街的初選 但無奈就不成功 有其他人是不初選的 到最後我們就經過黨的程序 就決定我們會派人出這個社福街 但他要解公民有參選的時候 他會派人出來說他黨去參選嗎 他有提過他可能會這樣做 但直到這一刻 我所知道就是我們的有修種 對黨去參選